那為什麼 剛剛逼迫法務部長蔡清祥 站出來說 北檢有管轄權 很顯有人要搶案 你剛剛講的 這時候有人刻意要搶案嗎 不讓北檢去辦案 逼得法務部長蔡清祥之後 站出來說 北檢有管轄權 為什麼 這個案子有人要搶案 為什麼 這個倒不是搶案 我認為也可能是 李律律師事務所 想要移轉這個案件的 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他請了 兩個李律師事務所 要申請移轉案件 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其中有一個律師 還在市領地檢署 有十多年經驗的檢察官 沒有錯 所以可以看出來 向欣夫婦很厲害 在台灣政商關係 非常的富裕 這一時間可以找到大律師 而且律師還有市領地檢署 十年以上的經驗 他在台灣發展組織 不是一天兩天 他對台灣的生態非常清楚 他不會向其他的律師事務所 會向比較了解中國的律師事務所 李律來申請律師 你就可以知道 他其實非常清楚知道 有利於他的辯護方向為何 換句話說 今天因為檢方早已經鎖定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更重要的一點 只是什麼 要把他那個下線要佈置得更清楚抓到 否則那個發展組織是沒有辦法起訴的 我今天不能起訴一個人 向欣 向欣而已 對 然後沒有另外一個某甲某椅 說我發展你們這些組織 然後我就起訴了 我要把一條線一個粽子全部描繪完畢 我來起訴他 對檢察官來講 現在要把這個圖拼出來 今天不是向欣 拱欣兩人而已 更何況向欣 拱欣還是兩個被告 今天如果只抓到向欣發展組織了 拱欣也是沒有事的 他必須要把兩個人分頭聯絡的人做的事 而且那些證據都要打出來 換句話說 我覺得現在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他下線的金流 也就是拱欣進來買房以後 買房還有另外一個作用 他資金可以調度 他今天那個房子價值 兩個多房子價值一億多 他隨時可以用貸款的方式 調動少數的資金在這裡運作 你要曉得房子的運作有各種可能性 雖然中資港資也許 他的貸款程數比較不高 但是至少 他至少可以流動吧 對五成以上 我們不要去想像 他用什麼方法來作業 我們只是可以想像 北檢既然把他資案 第一變成真資案 就表示已經是朝向犯罪國安法來辦 第二國安法發展組織 必須要其他的下線 這一點北檢如果沒有任何的資料或證據辦不了 第三若沒有金流 北檢最後也是不了了之啊 因為他不可能去辦發展組織 最後沒有金流的現象 沒有金錢發展什麼組織呢 所以這些都需要調查局 國安局繼續幫助北檢 北檢只是一個頭 現在應該已經有相當證據 否則他不能出境出海 限制出境出海 他只是需要定罪的證據要把它鞏固下來 所以現在繼續傳訊一二三 這個傳訊有很多目的 我想最簡單的目的 我想所有瞭解犯罪或者檢查 檢方辦案的 他一直在傳他有好多的目的 第一個試探他有沒有說謊嘛 就好像我們前天看到一個消息說 先試探他你認不認得王立強 他不認得 然後再出示照片 他立刻翻供 就曉得他會說謊嘛 我們先問一些問題 他先做一些供述 然後再出示一些國安局 調查局已經掌握了證據給他 這樣子就能夠鞏固他的罪證 這個對於未來檢方起訴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各位想一想 大規模的把相親給逮捕了 最後起訴判決無罪 證據不足 這個對於整個有關單位的士氣 是蠻大的打擊 我再補充一下 管轄權這個爭議 我去查了一下 是整個聯合報系 從凌晨十六分的時候 聯合報先發一次 凌晨的零點 零點十六分 到凌晨兩點四十八分之後 經濟日報 就是他旗下再發一次 一模一樣的 早上六點用聯合新聞網 再發一次 他標題什麼 可能炸糖的槍 一直是說是個案子假的 這個證據不夠 然後說這不應該經過北檢 應該要由高檢署先來處理 這個是聯合集團 就是那個高層 曾經去見汪洋的那個聯合集團 他所想要塑造的一個輿論 就是乾淨證據不夠 程序有問題 北檢有政治色彩 所以我們不要中了陷阱 去覺得說北檢在管轄權上面有爭議 因為剛剛也講得很清楚 不過我認為不用擔心 北檢這件事情 我認為證據一定非常多 回想一件事情 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他們向心就來臺灣 申請要成立公司 投審會就駁斥 沒錯 駁斥的原因他寫得很清楚 他說這個案子 雖然是要成立不痛產公司 可是國防部有提供意見 提供意見說 因為這個向心服務在對岸都成立 有關於是軍事工業產業的 所以很危險 想像一下 一個人在對岸成立軍事工業 回過來又在臺灣投資 投審會博士 特別還跑去問國防部 問國防部的意見 之後會不會對這個人造成根堅 會不會對這個人強力的根堅 國安大會會不會介入去了解 他到底在臺灣要做什麼事情 這很清楚 如果這個人在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的時候 馬腳就露出來了 到現在的怨中桌邊 剛好而已 所以我們回頭看 這一系列很有節奏 上週六劍報王立強的事情 週日機場就把向心抓下來 週一徐國有信心 大概說我們已經搞定了 檢調單位已經在審訊了 週二丟照片 把王立強跟向心的照片丟出來 週二 今天週二 所有房子的事情 哪一棟房子都講得出來 所有事情都出現了 混得遠見 在信義計畫區 對 所有事情都出現 所以北檢絕對是在狀況內 所以不是北檢在狀況內 想像哪一個檢察官會無聊到 二零一六年就開始去跟肩向心 瞭解他在哪裡買房子 背後都是我們國安單位 叫衛資料 是 那個北檢只是那個頭而已 他在檯面上那個人 而我們國安單位更可怕是 我們背後還有澳洲的 澳洲情報局的澳元 澳洲情報局很清楚 週一澳洲情報局局長發推特 說這件事情是有的 而且澳洲情報局已經在關注說 我從來沒看過情報局 頭子發推特 情報局長有推特 本身就是件奇怪的事情 結果連澳洲總理都站出來講 所以這個是跨國的辦案 AIT也出來講了 昨天晚上AIT的立場是什麼 他就直接轉澳洲的報導 因為這個報導 美國方面覺得是不可信的 他怎麼可能美國在台協會 要去轉這個報導 昨天下午 如果是假共諜 他們轉載等於是一個假新聞的轉載 應該是這樣的 AIT會轉載一個 他沒有進一步查證的假新聞嗎 會嗎 AIT很故意 AIT在昨天下午 特別轉載那個60分鐘的報導 就是那個共諜案的報導 什麼時候AIT會發一個澳洲的新聞報導 這件事情其實很清楚 美國澳洲還有台灣國安大會 澳中桌邊王立強跟向心 所以你說他向心有沒有可能真的 最後真的是沒事 然後安然對過 不可能 這個事情 這個案子已經養兩年了 他從2016年年底 在投審會申請的時候 2017年年初投審會駁斥之後 我相信國安大會就已經在監控向心這個人了 中間的一舉一動 見誰 買什麼房子做什麼事 都在掌握之中 早就被掌握